老年运动指导 运动对老年人有什么好处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倾向于慢慢观察 久坐不动的原因有很多 这可能是由于健康问题 体重或疼痛问题 或担心跌倒 或者也许您认为锻炼根本不适合您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积极的生活方式 对您的健康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重要 瑞典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体育锻炼是长寿的首要因素 即使你直到老年才开始锻炼 也会让你的生命多活几年 但是活跃起来 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你的生活岁月 而是让你的岁月中增加生命 运动可以帮助增强你的能量 保持你的独立性 保护你的心脏 控制疾病或疼痛的症状 以及你的体重 定期锻炼对您的思想 情绪和记忆也有好处 找到简单愉快的方法 让思想变得更加活跃 改善你的情绪和前景 并获得运动对身心健康的所有好处 运动永远不会太晚 运动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益处 作为老年人锻炼可以帮助您 保持体重或减肥 由于新陈代谢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然减慢 保持健康的体重可能成为一个挑战 定期运动有助于增加新陈代谢 和增强肌肉质量 帮助您的身体燃烧更多的卡路里 减少疾病和慢性病的影响 运动的人 往往具有更好的免疫和消化功能 更好的血压和骨密度 以及较低的的阿尔茨海默病 糖尿病 肥胖症心脏病 骨齿疏松症和某些癌症的风险 增强您的移动性灵活性和平衡性 锻炼可以提高您的力量灵活性和平衡能力 它们可以帮助您保持平衡力和协调能力 并降低跌倒的风险 力量训练还可以帮助缓解 关节炎等慢性病 心理健康益处 锻炼还可以帮助您 改善睡眠状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 高质量的睡眠 对您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 定期活动可以帮助您更快入睡 睡得更深 醒来后感觉更有活力和精神焕发 提升你的情绪和自信心 运动会产生一种巨大的 压力缓解剂内飞态 实际上内飞态 可以帮助减少悲伤 抑郁和焦虑的感觉 它能让老人精神活跃和感觉坚强 也可以帮助老人感到更加自信 和改善大脑功能 读书或填字游戏等活动 它们可以帮助您保持大脑活跃 但较低于运动对大脑的友谊影响力 运动可以加强大脑功能 使你增强处理能力和创造力 并有助于防止记忆力减退 认知能力下降和痴呆风险 积极运动 可能有助于减缓的阿尔茨海默病病 脑部疾病的风险 帮助你随着年龄增长 减缓你在生活中 身体面临许多不便 在任何年龄段开始 要保持定期锻炼 都是老人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人可能会有许多困难 您可能是健康原因 和感到疼痛 担心受伤和跌倒而感到有点难 如果你以前从未锻炼过 你可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也许你可能认为自己太老 自己感到身体虚弱 自己不再年轻 也许你认为运动很无聊 年龄大了 这些看起来都是你放慢脚步 不要费力的好理由 相反这些原因 应该是运动的更好理由 运动是你得生活活跃 可以激发您的情绪 缓解你的压力 运动可以帮助您控制疾病和疼痛症状 并提高您的整体幸福感 你会获得锻炼的好处 你不一定要做剧烈锻炼 或去健身房 您可以通过在生活中 慢慢增加更多的运动和活动 来获得好处 即使是很小的一步 无论您的年龄或身体状况如何 您的身体运动会促进您的健康 减缓你的衰老 运动永远不会太晚 关于活动和衰老的六个误区 误区一 锻炼没有意义的 反正我要老了 适时定期的体育锻炼 可以帮助您看起来和感觉更年轻 可以让您保持更长时间独立生活能力 运动还可以降低您患各种疾病的风险 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症 痴呆心脏病 糖尿病 某些癌症 高血压和肥胖症 运动对情绪的好处 对于70岁或80岁人来讲 和20或30岁的相当 误区二 锻炼会使我 增加跌倒的风险 事实上定期运动 通过增强力量和耐力 可以防止股量流失并改善平衡 实际上降低跌倒的风险 误区三运动效果不明显 我有成不了的运动员 事实运动使你和阿尔茨新陈代谢 股密度和肌肉质量的发生改变 确实您的运动力量和表现水平 不可避免的会随着年老而下降 但这并不意味着 您不能再从体育锻炼中获得成就 或改善健康状况 关键是要设定 适合您年龄的生活方式 目标要明确 请记住 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会使你衰老得快 误区似我太老了 不能锻炼了 事实您永远不会太老 晚年的运动的老人 效果往往比年轻人表现明显 身心改善比年轻人效果显著 如果你以前从未锻炼过 或者不运动已有一段时间了 您就不会有受到常规锻炼者 遇到的阻碍 只要你开始运动 你会很快开始收获到明显的效果 你找一些基本的活动开始 慢慢来做 误区无我不能运动 因为我是残疾人 如果你是坐在椅子上 你显然面临着特殊的挑战 但是您可以举举轻的重量 简单伸展运动 做椅子有氧运动 椅子瑜伽 椅子太极拳 增加您的运动范围 改善肌肉张力和柔韧性 并促进心血管健康 许多游泳池为轮椅使用者 提供了便利通道 您还可以找些针对轮椅的运动 如篮球等适应性锻炼计划 困惑6 我太虚弱或者我有太多的疼痛 适时运动可以帮助您控制疼痛 并提高力量和自信心 研究发现 许多老年人得定期活动 不仅有助于阻止 随着年龄增长 带来的力量和活力下降 实际上也可以改善它们 关键是要从温和的运动开始 如果你讨厌运动怎么办 如果你害怕锻炼 许多人和你一样 您不必强度锻炼 并不是您大汗淋漓 让每一块肌肉疼痛 才对您的健康带来益处 想想你喜欢的活动 以及如何将它们纳入 你得锻炼中 举重时 可听听音乐或有声读物 逛街或买东西 有意识多走几圈 在打网球时保持竞争力 旅游时多转转 多拍点照 在瑜伽课或健身中心 结识新朋友 在跑步机上行走时 观看喜爱的电影 或电视节目 同朋友喝咖啡喝茶聊天时 也可以换成边走边聊天 或做些伸展运动或力量训练 走在高尔夫球场上 而不时用手推车 与狗一起散步时 可以抛物玩耍 如果您没有养狗 请主动带邻居的狗散步 或在宠物收容所或救援组织 做志愿者 当你感到压力时 去跑步 散步或骑自行车 当你感觉友好的话 可找一个运动伙伴 一个你真正喜欢伙伴 尝试一下 你以前从未尝试过的活动 你肯定会找到你喜欢的活动 感觉不好的情况下 想法去和一个好朋友 共度时光 请记住混合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 有助于保持锻炼的趣味性 也会改善整体健康状况 关键是找到你喜欢的活动 基于健身的四个组成部分这些事 一平衡 平衡它是什么 平衡练习有助于保持站立和稳定性 无论您是静止还是四处走动 尝试瑜伽 太极拳和姿势练习 以获得平衡的信心 为什么它对你有好处 它可以改善您的平衡姿势和步行质量 它还可以降低跌倒或害怕跌倒的风险 二有氧运动 什么是有氧运动 人的心血管运动 在一段时间内有节奏的运动 有氧运动使用大肌肉群 它让你的心脏跳动 有时甚至可能让你感到 有点呼吸急促 有氧运动包括散步爬楼梯 游泳远足 骑自行车划船网球和跳舞 为什么它对你有好处 有氧运动有助于 减轻疲劳和减缓呼吸急促 它还能通过提高日常活动 如散步打扫房屋整理房屋运动 来促进老人独立性 和力量训练 它是什么 力量训练利用机器自由落体重量 用松紧带或您自己的体重的重量 作为外部阻力 通过重复运动来锻炼肌肉 力量训练 通常是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力量训练 以增加力量和反应时间 为什么它对你有好处 力量训练有助于防止骨量流失 锻炼肌肉和改善平衡 这对于保持活跃和避免摔倒很重要 例如 力量训练可以提高 老人过马路时的速度 能够帮助你 在开始磕碰 或失去平衡时 快速做出反应 来防止跌倒 增强力量锻炼 将帮助您生活中有较好体能 靠自己 做日常活动 例如打开罐子 上下车轻松地搬运东西 自灵活性 灵活性它是什么 柔韧性锻炼 增强您全身关节 在全方位运动 你自由移动的能力 你可以通过 伸展运动来完成 要确保持肌肉和关节柔软 不容易受伤 瑜伽是提高灵活性的绝佳手段 为什么灵活性对你有好处 灵活性有助于您的身体保持柔软 扩大您在日常体育活动中 活动范围 例如开车时向后看 系鞋带 洗头或与孙子孙女玩耍 有益于老年人的活动 走 步行是开始锻炼的完美方式 除了一双舒适的步行鞋外 它不需要特殊设备 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完成 体育或健身课程 与他人一起锻炼 可以帮助您保持运动的动力 同时也提供乐趣 这也是缓解压力 和结识朋友的好地方 水上有氧运动和水上运动 在水中锻炼 可以减轻身体关节的压力和压力 瑜伽 瑜伽将一系列姿势与呼吸相结合 通过姿势移动 有助于提高你的力量 你的灵活性和平衡性 你也做些平缓合适的运动 如太极拳和气功 这些受武术启发的运动 可以增加平衡和力量 老年人运动课程 通常可在当地的 青年会和社区中心得到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请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